伴随着夏季新冠疫情的反扑 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新一波疫情迫使加拿大一些急诊室暂时关闭 急诊等候时间创下新高 患者何时该去急诊室又如何处理紧急情况 来自加拿大急诊医生对此提供了一些专家的建议 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急诊科副主任卢卡斯·查迪尔医生表示 去不去急诊室通常与病患的就医习惯有关 查迪尔提醒 患者应该为自己的说话或者是移动能力产生的任何严重变化 保持高度重视 特别是自身意识水平的急剧变化 考虑到现在的疫情状况 医生建议人们在急性情况下才前往急诊室 例如严重的呼吸急促或者是严重的无法控制的出血 亚伯塔大学急诊医学系主任比尔塞维克医生 鼓励患者在不确定就医地点时拨打省级远程医疗热线811 热线通常是由护士接听 他们会为患者提供健康建议以及相关服务渠道的信息 帮助患者确定最便捷的医疗服务途径 新斯科社省北区急诊医学部门负责人坦尼亚门罗医生 则建议医学校开展更有效的健康素养教育 让人们最终能够更加有信心地自我管理自己的病情 除此之外 对于不危及生命的病情 患者也可以选择紧急护理中心 寻求当日的护理 在新斯省约有10万人在等候家庭医生 而只有一小部分幸运患者才能够有机会约见家庭医生 门罗曾经遇到一个在急诊室等了8个小时的轻微慢性病患者 因为按照预约 他要等至少6周才能够约见家庭医生 门罗表示 就目前情况来看 如果不能够改善患者获得各种护理的机会 急诊室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随着虚拟医疗在疫情期间的迅速普及 目前一些患者也可以通过电话虚拟视频约见急诊医生 医生将处方发送到患者的药房转借专科医生 并且根据需要安排急诊室面诊大大提升了会诊效率 伴随着下季新冠疫情的反抗 医护人员短期的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新一波的疫情迫使加拿大一些急诊室暂时关闭 急诊室的后诊时间创下甚高 患者何时去急诊室 又如何处理急的状况来自加拿大急诊室医生 对此提供了一些专家的建议 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急诊室副主任 劳卡斯·查提尔医生表示 通常与患者就医习惯有关 查提斯提醒患者应该对自己讲话 移动的能力产生任何严重变化保持高度重视 特别是自身意识水平的急剧变化 考虑到现在的疫情状况 医生建议大家在紧急的情况下前往急诊室 例如严重的呼吸急速 或者严重的无法控制的出血 亚省大学急诊医学主任比尔塞维克医生 鼓励患者在不确定就医地点 拨打省级远程医疗热线811 各热线通常是由护士接听 他们会为患者提供健康建议 以及相关服务渠道的讯息 帮助患者扩定最便捷的医疗服务途径 新斯科学省北区急诊医学部门负责人 拉雅门罗医生则建议 学校开展更有效的健康素质教育 令大家最终能更有信心地自外管理自己的病情 除此之外 对于不危及生命的病情 患者也可以选择紧急护理中心寻求当日的护理 在新斯科学省 若有10万人在等待家庭医生 而只有一部分少数的幸运患者 才有机会约见到家庭医生 门罗曾遇到一个在急诊室等了8小时的轻度慢性病患者 因为按照预约 他要等至少6周时间约见家庭医生 门罗表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不能改善患者获得各种护理的机会 急症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随着虚拟医医疗在疫情期间迅速普及 目前一些患者也可以透过电话 可以视频约见急诊医生 医生将厨房发送到患者的药房 转介到专科医生 并根据需要安排急诊室会诊 大大地提升了会诊的效率 estrellaтак颜村